欢迎收看关系的许可 等我们来看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曾经掌握 整个全世界最大汽车极端的 丰田张男 现在当然他已经交报了 即使他交报 他还是日本汽车协会的会长 等于说在日本汽车协会里面 话数也跟当 可是你看到没有 他现在这个表情 傲赌度也是非常难看 而且在下面这张照片 更明显是 他是坐着车子 在一个宅男场里面 在那场里面 他的眼睛 一直盯着一个地方看 他在盯着什么看呢 盯着这台车看 这台是什么 这台是比亚迪的电动车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日本的车站 现在叫做日本移动站 这是日本一年一度 最大的汽车站 本来丰田要在这边 大展身手 这个地方是日本的主场 也是丰田的主场 更是丰田张男的本命区 可是没有想到 我在这个地方 我要彰显丰田汽车 以及往电动车发展 以及往新能源车发展 可是没有想到 目光全部被比亚迪吸引 所有的报道 全部都着重在比亚迪 事实上 有人形容 这一个动作 这样的一个现象 是日本第二次的 黑船来临 没错 最近日本在召开 所谓的日本的移动展 那日本移动展 其实是过去的 这个东京车站 它因为现在已经改成 主要拼什么 电动车 所以它变成是移动展 但没想到 原本是日本的主场 日本要出大秀一场 结果要大秀一场之后 这一次这个比亚迪 登陆来跟你踢馆 那登陆踢馆之后 人家就说什么 它敲开了整个 日本的电动车 可能是不堪一级 不堪一级 所以你知道 他们就说 EV霸权竞争来说话 他们说比亚迪 就有点类似像 美国的这个海军的黑船 开进这个日本一样 踢开大门 对 踢开大门 它让你知道说 你过去过的是安逸的生活 我现在要颠覆你 如果你不来一场 所谓明智维新的话 你整个日本的这个车厂 可能会完全覆灭这个状况 好 所以是 今天就特别提醒我说 你要注意到 丰田张楠这个表情 他等于说是一个霸主 他过去在汽车业里面 他是等于说话罪也跟当 他等于说 可是这个霸主 在你的主场 在你的本命区 在你的车载里面 你的脸居然如此难看 对 没错 这是丰田张楠 过去的这个丰田家的 丰田汽车的掌门者 他虽然现在交办给他的 这个所谓他的接班人 但他其实还是幕后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股东 跟一个影响日本汽车业 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这次也来参观了 日本的移动展 参观的过程里面来说 他其实满脸都是忧心 忧心忡忡 特别他看到这个参观的时候 他更是一直看了非常久 而且非常优秀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比亚迪的 这个车厂 比亚迪的这个摊位 比亚迪的摊位里面来说 为什么他很担心呢 第一个 比亚迪的人相当相当多 很多日本的媒体 很多日本的这个 所有的他们的这个消费者 都去看比亚迪的汽车 可是不对 这个是日本移动展 这个是日本要展现 他未来车的一个原型 我们看到 这是马自达的车子 那我们看到的 这个是三菱的车子 所有的车子都是精锐进出 我把这么未来的 现代车 全部未来的这个 所谓的概念车 全部放到了 这个日本移动展 为什么焦点 却在比亚迪呢 没错 好 我们觉得讲 事实上这次日本的 移动展里面来说 各家精锐进出 Honda 或者说像这个Toyota 然后这个Mitsubishi Mazda 或者说各式各样的车 这个Isuzu的车 全部都出来 他们就说 我们未来日本的 这个方向要往这样来 你看 要奢华 有奢华 要好的这个概念车 有概念车 可是问题是什么 大家现在在看的是电动车 你不要给我看太多 现在可能燃油车的这个方向 这都不太对 你也不要告诉我 未来是什么 而且你的价格都很高啊 我们都买不起的一个状况 所以变成是这样 大家都为什么要去看 这个 比亚迪 因为比亚迪 是我们买得起的车子啊 而且 导播我们看 为什么就会看那辆车 那辆车就现场展示 这个比亚迪 你不要看起来在外表上 好像没有什么期限 在现场 直接的原地 360度回转 对 为什么大家去看呢 你看为什么这个风景上 在那边看呢 因为大家在那边 呼呼呼 在那边欢呼的声音 为什么要欢呼 因为第一个 它秀出什么 它秀出什么 因为这一台车 就是比亚迪的高阶品牌 叫仰望的这个越野车 SUV的U8 它第一次在海外亮相 拿来讲 它很简单 这是比亚迪越野车 你看它造型 也算是蛮有设计感的 那重点是什么 它可以这样 直接在这个地方 它就直接用轮胎的方式 直接在那边转弯 而且它可以转 你看 直接转360度 直接转360度的一个状况 而且 为什么很多人 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因为他们在旁边秀 他们说我只要用这个 我们很简单 我们只要用手机控制它 手机控制它 我是说用新手 新手在上面的话 你只要控制 等一下 它底下没有转盘 对 底下没有转盘的状况下 它可以360度回转 对 那你只要在上面的 这个屏幕里面点说 我要让它360度转 它就开始这样转转转转 白姐 这赛太有噱头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日本人 全部都在那边看 这样的状况 那这样 事实上这个 它就是用一个平板 用一个手机 对 你看它这样转 我要你转几度 你就转几度 但是 完全就是说 我把汽车当成是手机 来运用这样的状况 那这完全颠覆了 很多日本人的想法 那日本的那一个 汽车这个制造公司的 这个高层 就告诉日经新闻说 他说我们现在完全 没有办法跟得上 他说为什么 因为他说 不是因为我们日本的 这个技术能力跟不上 而是人家用不一样的想法 不一样的思维在造车 他说现在的比亚迪的 这个造车方法 就有点像快时尚 他要求快 而且现在有什么功能 我把它放进去 它放进去的时候 比亚迪现在设计车子 因为日本车厂都怎样 我要设计一个车厂 我要先把工程师找来 然后这个设计师找来 我们把它弄成一个原型车 打造原型车出来之后 然后再去设计 这个太慢了 不是这样吗 你看日本 中国不是这样 中国他就直接在这个设计 用电脑 然后用估算之后 然后就设计 可惜我就做 做的话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口味变化太快 我就用这样不断的 变化的这个状况来说 我可以打进 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心态 所以人家就说 这个我们未来日本的车厂 恐怕我们技术不是比较差 而是我们在快 快这个方面来说话 我们是完全打不过中国的 所以你就像一个时尚的品牌 等到你这个有概念 有概念设计好之后 打样 都已经半年一年了 人家一个月就做出来了 就像为什么大家不看这个车子 这车不知道多久才会出来 但是比亚迪的车子 搞不好我们今年就买得到 他直接在你面前打算 所以就说 有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好 那你知道 事实上这一次 你照理说 而且刚刚讲 那不是我们讲的 是 那是日经亚洲讲的 他说中国的比亚迪 根本已经打开了日本的 而且他还比特斯拉 更有竞争力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这一次的比亚迪去 你要讲 哇 这个比亚迪车子在那边 大 这个所谓大放异彩的时候 那王川普应该也是 可是宝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就是王川普本人 他在日本 没有人认识他 你知道原本一开始 要办这个所谓记者招 他会把你找来的时候 王川普人就在那边 但是没有人认识他 后来呢 后来是因为比亚迪的人 上来就鼓掌 欢迎王川普先生 他才来 所以他很低调 没有人认识 而且但是呢 他没有关系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站在这个比亚迪的 他会旁边看这个 日本人这么疯狂 他是笑了 笑得非常大声 然后觉得 哇 这一次我来了 果然是对 而且是踢馆成功的一个状况 好的 另外就是我最近看到 孟格在讲王川普的时候 我有点惊讶 是 因为王川普以前 是郭台铭最大的敌人 当然 那现在 他是特斯拉 伊隆马斯克 最大的敌人 对 没错 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伊隆马斯克 你要说他全世界 最怕的一个人是谁 可能就是王川普 为什么 因为王川普做到 比这个伊隆马斯克 几乎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最近 瑞颖针对这个 王川普下面有个海报车款 跟特斯拉的这个Model 3 他们来把它拆解 那最近一段时间来 不是很多中国车厂 被特斯拉降价 杀了死去活来吗 未来汽车都已经出现了 这个财务可能会痴减的状况 但是呢 他说 你这样杀 搞不好你最后人 会把特斯拉自己杀死 你要小心这个BRD 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拆解来说的话 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毛利率 大概是14% 在中国制造 但是呢 这个BRD的这个海报 有16% 所以他可以跟你杀 你要杀的话 你杀不到他 你反而会被他杀死 所以为什么特斯他这几天呢 他反而Model Y 在中国涨价 因为他知道 不能再杀了 我再杀 我会杀死我自己 所以BRD有这么可怕吗 对 因为他的零件很多 都在自己在中国做 另外一个 他70%零件是自己做的 而且他的电池 也是他自己设计的 所以他完全都是不一样 所以他等于是说 你要问伊隆马斯克 哪一台车 可能会变成是你的 心腹大患的时候 他绝对会说是BRD 好那你要讲 为什么BRD那么厉害 我们讲BRD多厉害 我们从蒙格来说 蒙格他有投资 为什么巴菲特会去投资王船甫 就是因为蒙格 他喜欢王船甫 所以他叫巴菲特去面试他 孟格喜欢王船甫 对面试他之后就说 他可以投资 所以当时巴菲特去投资 这个王船甫的时候 郭台铭还很生气 所以你没有眼光 对但是那是因为 那是孟格的牵线 所以不是巴菲特 巴菲特只是跟他interview之后 因为孟格一直坚持要买 那巴菲特只好说 好啦那就买了吧 他说什么 他说王船甫是个天才 然后他拥有工程学的这个博士 而且他早上看到某几个 美国零件 下午就可以做出来 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人 他是一个天生的工程师 我把他真的捧上天 他说他是爱迪生 跟Jack Walsh的这个 两个的结合体 我们知道爱迪生是个发明家 Jack Walsh是 把这个所谓通用 把那个洗衣电器做好了 把财务做好了 所以他等于是又会做工程 他就把那个六个标准差 用到极致的人 对就你又会这个发明 那你又会做个所谓管理 哇这个太厉害 所以一定要投资他 但是等一下 我跟他讲一下 王船甫到底有没有这么厉害 我们讲几个故事给他听就好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 非常厉害的工程师 为什么郭台平董事长 会很恨他 因为第一个 当初当初 王船甫一开始做这个 所谓这个 最早做这个电池的时候 他是去日本公司 因为以前中国没有这个电池的技术 他是去日本公司 看人家生产线 回来之后 他就自己 已经会这个生产线的组装 大概被他摸出来一个大概 看生产线就会了 那另外为什么 为什么郭台平会讨厌他 他原本要接他电池的订单 把他请来说 那你来我们生产线看一看 想说未来你大概有机会 变成是我的大客户嘛 就王船甫也是去 他们生产线看一看 看一看之后 回去基务室就可以copy出 他几乎原本的生产线的大部分了 copy富士康的生产线 所以为什么 王船甫为什么 为什么他回去 就开始在跟他抢单嘛 就是因为他就知道 原来你是这样搞 那我也这样搞 那我在挖你的人怪 我就可以完全复制跟你一样 他去挖红海的人 所以就知道他其实 我们必须说 他真的有他厉害的这个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孟格会 这么喜欢他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再说 回来讲嘛 现在他这个带领这个比亚迪 攻到日本去 当然一定会变成日本的 这个新富大患 只是日本人要怎么样取国来 迎击这个重要的敌人 所以市长 你是长期研究财经的 在研究财经里面 电动车是未来 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当然 这个未来最重要的项目 你们刚刚讲的 你要研究电动车 你要去了解 特斯拉跟比亚迪 两雄相争 到底谁会独得 赢得天下 没错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当然两个 这个是最厉害的 但是周边国家都遭殃 我们看日本厂商 几乎现在 他们为什么那么紧张 因为他们这一次 为什么用黑船 因为再不改革 你真的就完蛋了 好 第二个是什么 欧洲厂 你看这是日经中文 欧洲的这个车系 EV的这个转型 遇到这个困局 然后他们找 找中国厂商求解 为什么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越卖越多 越赔越多 比如说以Volkswagen 他们目前为止来说 你看他们EV的这个销售量 是同比增加45% 那很厉害 但是销售额的利润 是从8.4%降到6.9% 也就是说 卖越多电动车 赔越多钱 我多卖了45% 对 可是我的利润就降了1.多% 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电动车的这个 目前为止来说 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烧钱的这个项目 甚至连这个也是一样 宾市的这个CEO他也说 我们EV也成长了82% 但是利润率只有13.6% 也下降了1.3% 因为这些外部零主件都太贵 因为跟过去 这个所谓电动车 跟燃油车的EV 所谓的零主件 是完全不一样 特别是电子这一块 所以这样 Volkswagen现在决定什么 好啦 那我就跟你中国合作 他现在跟小鹏汽车互相合作 同时他也买了这个 这个中国的很多 这个电池公司的这个电池 所以那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全世界 这个整个这个 电动车的困局在哪里 显然目前为止 以这个过去我们讲 三电系统里面 至少在电池这一块 恐怕中国的优势 是相当相当巨大的 好 董事长 我们刚刚讲的 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封锁 跟打架是上穷必落下方圈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AI AI不是讲的本来NVR H800 A100 A800 A800 是可以卖的 现在什么都不能卖的 我现在全部都防堵 可是你一次性就一直讲的 电动车它防堵不了 电动车现在中国 已经取得优势了 中国现在已经变得里头一样了 再加上现在美国的这个车厂 又在罢工 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 我倒想怎么可能 这一次真的让我太外观景 这是在东京移动站 这是东京过去的车站 东京的车站是日本的主场 结果没有想到比亚迪去了以后 刚刚讲全部日本的媒体 都在报道这台车 它居然可以原地打断 难道比亚迪跟特斯拉 是我们观察整个电动车 最关键的两个厂商吗 东京车站本身在全世界 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 车站的一个平台 但是它从2019年开始 已经休息到这一次 今年已经通过三年四年以后 因为中间有疫情的起来因素 不只是疫情因素 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日本车本身 没有什么竞争力 所以拖到现在 没有什么新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 大家行业间之间的一个 共同知道的一个认知 当然你看前不久之前 发生在慕尼黑车展的故事 同样的故事重演而已 因为很简单 你看那欧洲的车 在慕尼黑车展也是一样 很明显的是大幅度的是 在成本上跟技术上 合并体的一个落后 对 这个虽然 虽然看起来BRD不怎么样 但它在整个竞争力上来讲的话 是目前在欧洲上的表现不俗 我们特别要讲的是 Toyota的丰田 丰田的概念 它的战略上的概念 跟其他的公司不一样 因为丰田的总市长 就是这个丰田张 他相信他的信仰里面 他认为这个混合动力车 会一定会在EV车 大流行之前有一段过渡 所以他坚持到今天 他不愿意放弃混合动力 结果倒变难看了 因为在事实上这名 已经是换代了 就是中国车 直接跳过去了 从特斯拉为首跳过去 然后中国车大量涌进 这个已经是市场上的主流了 所以在这上面 已经目前显然的落后 日本人就开始做梦 我们将来要赢中国 赢全世界就是靠固态电 因为现在所有的 锂电池的极限已经到达了 它的车速 它的航程等等 都已经受到一个 已经到达一个限制 到一个最高点了 要突破的话 一定要有新的科技突破 要符合ESG的观念等等 所以它只有 那丰田一直拼命 要干这个事情 你知道吗 丰田坚持搞这个事情 所以不能有一个本梦比 那第二个计划是什么呢 它是大量的投资是什么 投资其他日本的车厂 包括从哪里开始 从苏巴鲁开始 从这个马自达 从这个Suzuki 你知道 然后到伊苏里 林木 这些通通它都大量投资 所以它是里面的 很大一个普通 所以其他 各个车厂如果赚钱的话 它也跟着能够复活 它还是能够赶上 这个时代的潮流 但是不管怎么讲 丰田跟日本的这个 整个国民的气氛是相同的 大家已经老旧了 体力不堪了 老旧 就等待一个新的奇迹出现 那真正的奇迹 在科技上来讲的话 就是固态电池 所以这个虽然 可能是一个白日梦 但是大家日本人 就一直有这个 唯一的憧憬支持 支撑他们 继续在这个汽车产业发展 好 辉成 当然讲到 如果你在讲电动车的时候 电池是一个非常关键 我们想讲的 华尔街日报就特别提到 他说不但是这比亚迪 现在已经等于说 在这个销售上 已经赢了特斯拉 甚至你在成本降价上 也赢了特斯拉 还有关键是 西方抵御中国电池的 这个巨头之战 为11万 是 他整篇文章 其实在分析 其实在中国以外的市场 原本是由韩国前三大业者 然后占有全世界 大概50%以上的一个市债率 但是这样的优势 已经慢慢被中国给追上了 他特别用一个图 他想说比如2020年 跟2023年的一个对比 光是LG的这个新能源 你又发现 虽然他在2023年的成长幅度 高达60% 可是您的时代 天哪 已经快要追上他了 你看这整篇文章意思是说 如果您的时代 在整个其他的 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投资 还是维持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势如破族的一个情况的话 事实上很可能会被翻转 所以中国的电池的制造 很可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 就会赶上甚至超越韩国 在全世界的时代 有多厉害吗 是 因为它从其中一个 最主要的国家 就是匈牙利来讲 匈牙利它感觉上 好像不是一个特别发达的 在这个领域的国家 他说没有 是非常吓人的 匈牙利里面有个小镇 叫德布勒斯 这个城市 就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 对 这就是匈牙利 对 匈牙利 然后它在过去的八年里面 就是FDA 就是外国人在这部分的投资 吸引了134亿美元 可是你知道吗 光是宁德时代 在匈牙利这一家公司 就投资了77亿美元 可以说是匈牙利里面 单一外资投资最多的一家公司 就是中国尼德时代 然后他就说他投资下去之后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他将有可能会成为整个欧盟里面 生产量最大的一个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除了他之外 他发现他这个投资下去之后 这是他的电池槽 全自动 全自动 而且就是尼德时代 在匈牙利这里新建的这个厂 然后他就说他这样子投资价比投资下去 你没有发现他根本就是一个造势一个计划 他这样投资你看从无到有 然后所有的全部在短时间之内 短短几年之内 去加强他的一个相关的产能 然后他成功地把匈牙利 变成是欧盟里面 仅次于德国第二大的一个电池的产地 所以他就讲到说你看 他一步一步一步 非常规模就非常迅速地弄得那么大 所以他就讲到说 你看他在光是从匈牙利这个部分的布置 一个建制的状况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企图心 然后他有提到就是说 另外一个公司就是包括连那个林德时代 他这里生产的 还有连BNW未来在这边 也有相关的一个投资案 然后他光是这样子电动池 电池厂这边进行投资之后 他整个城市都因为这样而富起来 富起来之后就带动了房地产价格飙涨 还带动了一些像是歇尔顿的酒店 也在这里竟然要开业 他也不过就是一个20人的城市而已 所以你就知道光是你的时代据点在这里 可以让这个地方整个经济瞬间蓬勃发展 我们常常讲的是这个世界的主旋律 就是中美对抗 中美对抗是在每个角落都在发生 当然了美国现在要封锁中国 电动车上面用尽各种方法 而且拜登一直想我要让汽车业重返美国 看起来这个梦越来越远了 而且你要正视中国电动车的发展 但有一项美国是真的想AI AI呈现一个什么 微软 微软又起来了 而且我看到包尔默 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包尔默 因为我看过李开复的文章 很多讨厌 李开复的书里面说 他根本自大才输 脾气又不好 而且微软在他的手上 在他手上是变弱的 对 没错 可是他说他现在的财富一直在增加 他的财富快要赶上比尔盖茨了 为什么 因为他有很多微软的股票 而微软的股票现在一直涨 居然让这个包尔默 这个大光头 他现在变成了美国的前五首富了 对 没错 你刚才讲到包尔默 其实美国的商界对他的评价也非常糟糕 只是说因为他刚好是创办人 那他有那么多股票 那微软上上下下的时候 他就收货非常多 他最近为什么又回到前五大富翁 因为为什么 因为微软的股价创了历史新高 我跟他讲 我们在看一个国家的投资的时候 你又注意到 那个国家市值最大的公司 就是代表那个时代的变化 譬如说前一阵子 大家都说市值最大是什么 苹果公司嘛 但是我跟他讲 大概约莫不出半年的时间 全世界最大的市值公司 搞不好会回到微软的身上 又是微软 而且微软前一阵子 人家之前不是被谷歌打得很惨 人家说你被谷歌淘汰 没有 现在还把谷歌踩在地上 所以让他完全翻转的就是AI AI完全不一样 那事实上 微软现在推出非常多的新产品 他们接下来要推出 Copi的365 甚至很多很多的产品 他们现在在测试很多聊天机器人 保险这就是一个 他们现在的AI里面来说话 你看他们有非常多模式 这模式是什么 你看有一个Puppy 就是说我可以化身成什么 这个你要宠物的 我可以给你咨询 那他就变成一个宠物咨询师 那从而是你可以跟他对话 那跟他对话的时候 你就说我现在我的宠物的 这个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 这是这个宠物 对 那你拍一张照片给我 他就拍个照片给他 那拍个照片给他 他就跟他说 我大概知道你现在的这个狗 心情是怎么样就OK 然后还有什么样不好的 看到狗照片就知道狗的心情 对 那你知道 他有什么样不舒服或是怎么样吗 然后这个主人就说 你看看他的脚 他的脚到底有什么样的状况 结果没想到 他也可以给你回答说 你那个脚目前是怎么样 这不是真的一个医生在那边 这是他们设计出来的 一个AI机器人 他可以看你的狗的这个状况的时候 他就知道说 你这个狗的目前的状况到底如何啊 所以我现在你知道 养宠物现在很贵了 养宠物就要看狗医生 看狗医生我透过这个系统 我只要拍几张照片 然后这个狗的所有状况 他都知道 对 所以等于是他就是 我们就讲 过去我们对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AI的这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要输入一些文字 然后他给我答案对不对 现在不是耶 现在你给他输入照片 他可以跟你说答案 而且跟你说你可能是什么事情 对 所以这完全是不一样啊 这个等于是又更升级了 所以你看了以后就知道 他可能是有皮肤上的不舒服 他可能有肠胃不舒服 对 他哪里不舒服就知道 对 而且他这个 这只是展示 你看他展示那么多种类哦 他有各式各样的专家 那你看我们仔细来看 你看马拉松的coach 对 study的body 他就可以在那边陪你念书 对 对 他有history的buff 就是说我可以跟你讲这个历史的相关 虽然他们有很多模式 那你只要 譬如说我要问历史 我点出历史 对 然后我就给他一个照片说 这个是什么时代 苏美人的东西还什么东西 他搞不好就给你讲 然后给你讲说 这是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这个当然非常好用啊 对 所以那在等于是这个open AI 新的这个更新之后 让整个微软 因为微软本来就是open AI最大的股东嘛 他整个股价当然就往上冲 我都很想用用看这个状况 搞不好里面有什么 这把妹高手 我可以跟他说 搞不好都很好用啊 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不一样的这个软体啊 不是 而且他还去建议他说 你这只狗你的脚不舒服 这个脚不舒服以外 你用什么样的方法 用什么样的治疗 可以让它舒服一点 最重要的事实上现在就是 跟你互动啊 可怕 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不一样的这个状况 好 但这是open AI的一个 这个新的这个功能 好 另外一个是什么 我们就讲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微软在接下一段时间 要推出所谓的 Microsoft 365 Copilot 也就是说他先来推出来说 我们过去的Excel啦 Word的那些 全部都可以把他 把他导入这个AI的这个方式 那AI的方式之后 我就讲过嘛 你未来写戏的时候 可以请他先写 写他说我看来好不好 再发出去 我要这个回给刘宝洁 要温和的语气什么时候 你这样讲 他直接可以回给你 那我要做怎样 做什么 这个power point的表 我要做什么 我直接跟他讲 然后跟我生成很多图片 帮我做好我的power point 做大纲 最重要的事实上 这个就非常非常厉害 他等于是整合进去的时候 他未来这些全部在11月要开卖 所以他说他们说了 这大概是会微软单一商品的 最快会卖超过10亿美金的一个商品 所以他对这个非常看好 那我们就讲嘛 自然这个包尔莫 大家就说他没什么才干 但是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他挑了一个非常好的接班人 这接班人就是纳德拉 就是这个光头 那纳德拉他是印度 印度裔的这个工程师 他来之后 你看他从2019年 他就开始要讨论AI的发展 根据目前为止 他们知道这个消息是 纳德拉来了没多久 他2016年就召开5千名的员工 研发所谓的AI的这个研究室 然后每一年每一年就扩编 扩编到目前为止来说 他微软在整个小组里面有7千篇文章 还有相关的东西 而且call pilot 这个所谓365也是由他 365call pilot 也是由他所跟高管 所有讨论出来设定过了一个结果 所以那事实上 目前为止 刚才宝杰讲的没有错 在整个这个你很多领域里面来说的话 其实美国已经很难遏止住 这个所谓的中国的发展 但唯独在AI这一块 我们美国呢 美国呢 他们觉得我们还是可以 遥遥领先中国的一个状况 而且你现在在 美国的所有的社群网站里面 你要取得领导地位 对 你一定要有AI的这个功能 对 没错 那我们要除了这个 我们刚才讲的微软之外 Meta也是一样 Meta这个功能也是跟微软合作 他怎样 因为我们知道 事实上我们都会在聊天的时候 用我们的头像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换成什么 不一样的这个头像 那你可以化身成那个人 然后有不一样的这个 对打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再讲 这整个应用呢 从现在才更开始 那你可以看到 美国的AI开始大爆发 就进入所谓 韩武器的这个大爆发 那个对 美国跟中国在AI实力来说 在未来一两年 会拉得非常非常远 好 君敏 另外就是 在整个战争上面 战争上面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已经跟他底下的人讲说 现在在俄乌战场上面 效果好的这些武器 我们要增加六成的产量 而且全部都要增加AI功能 先讲这个 俄乌战士消耗的这个弹药 实在太大了 光是这个比较效能好的武器 M拐拐拐 M拐拐拐的这个威力强大 它是155公里的这个炮弹 乌克兰每天据说就耗掉3000多枚 那一个月啊 这个超过了这个上万枚 好几万枚都有 那所以整个欧盟的国家 包括美国的这个军火商 都想要把这个产能提高 不只这个M拐拐拐的155公里的这个榴弹炮 还有爱国者飞弹 还有海马斯M142的这个 多管火箭系统 这些弹药呢也都要提高了产能 我先讲刚刚说的M拐拐拐155公里的榴弹炮 一开始那个155公里的这个炮弹啊 美国在开战初期提供给乌克兰 一个月是大概产能是一万五千枚 到了去年的时候开战的中期 就可以到一个月三万枚 多一倍 到了现在一个月要到五万枚到七点五万枚 现在美国最近又宣布说 可能以明年开始要提高为一年 这个一个月八万五千枚 你看从我刚讲一万五到八万五 已经增加了七万耶 那就是因为打得太凶 耗得太大 对 乌克兰一直喊不够不够不够 这也代表美国的生产力也增加的 太可怕了吧 所以它的产能提高 那爱国者飞弹就不用讲了 爱国者飞弹以前美国了不起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他们的正公司 正师之宝 一年大概就是五百枚 那现在因为打得不错 爱国者飞弹你想想看 它不过就是六七马赫 结果竟然可以拦下十马赫的这个精英数 也不知道说俄罗斯的军方 是太碰碰他们的这个匕首 这个KH422 4两的这个飞弹 还是说他们本身 他的这个飞弹有他的盲点 总而言之被爱三给打下来 而且爱国者飞弹在乌克兰的战场 真的发挥他的这个作用 所以美国这个决定说 把他的产能提高为说 一年850枚 现在他们要把5G的技术 从实验室带到战场了 这也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这个CEO 他有提到 他说洛马公司已经跟 辉达啦 微软啦 Intel这些公司啊已经合作 希望能够把这个5G的这个 他的一个个型的战术的这个 网继网络啊 他的一个AI 带到了这个战场上 除了加上AI加上5G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战场上的这个区域通联会冲断 那洛马公司的这个CEO 他说现在他们因为在混合型的网络 有5个 包括具有5G的这样一个战术资料链 至少有15种系统的能力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战场上 是C4 ISR 指挥管制这个通知情间真 那如果你加入5G的运用 我就以一个无人机来介绍 ISR后面的就是情 情报 还有这个监视跟侦查 这个是无人机最重要的 那如果你加入5G的话 你不会有其他的这个卫星 还有包括他的其他的通联的这个 技术上的影响跟干扰 那你甚至可以及时的这个传回影像 那你再加上地面 如果结合了至少是C2不是CBO的话 C2就是指挥加管制 一样可以加入这样一个系统里面 正常的这个运作 以卫星加上他的这个载台 加上这个船 不管无人机加卫星加船 或是加地面上的控制 5G的速度就会更快 然后加上AI的话 他会自动判别 跟把这个目标的这个搜寻 以及追踪他可以拓大 可能比如说只要100个 那现在可以增加到300个甚至500个 所以我觉得洛马公司 他们真的还蛮有远见的 现在找灰达 还有包括微软跟Intel合作 就是要把这些武器 加上这样的一个高科技数位化运用 好 灰辰 刚才讲今天是立冬 立冬照我讲今天应该开始变得很冷 冷了以后今天是要进步的 可是今天温度居然高达32度 我们现在发现到目前为止 入秋以来 温度几乎都没有在20度以下 这可以说是1996年以来 最晚入秋的 就是说天气最晚冷的状况 那除了台湾之外 其实现在世界各国都是成样的状况 像是西班牙东部的瓦德瑞道 它在二日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森林大火 你像画面看到 而火势在强风的一个助长之下 迅速地蔓延开来 那整个风暴也正清晰了整个西周西北部 然后还有包括伊比利半岛也一样被这个强风所影响 目前为止已经有800人去撤离了 然后有2500人被要求在家中 他们预计会受到这个野火 可能会受到影响的大概有1000到1400公顷 那另外一个地方还有哪里的 还有德州的美国也是一样类似的状况 他说的这个南瓜 原本是可以稳受某种程度的一个干燥跟炎热 结果现在发现 因为2023年的一个夏天高温 所以导致这个地区出现了破纪录以来的高温 那本来卡罗尔州 本来是那个德州称的一个南瓜之都 结果现在发现 南瓜因为都太热而导致都烂光光 所以这类似的状况 你就会发现极端气候的影响真的是很大 而且他严重到 杨瓦是没水了 是 包括世界上流量最大河流之一的内阁罗河 水位一样是降噪历史的一个低调 然后连他们的一个州长都说 我从来没有看过 粉红海豚都死了 海豚都死掉了 而且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这种干旱会导致这个部分地区的野生动物 几周以来数十只的粉红海豚 全部都被冲上浪 因为都死掉了 还有包括什么呢 有一些遗址也都浮出来 包括原本是在坐在海面以下 但因为实在太干燥了 像巴西这个部分的一些遗址 这个研化最早可以追溯到 1000到2000年前了 结果现在这一些也都浮出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热的地方更热 冷的地方更冷 现在中国的东北下大雪 大雪下到刚刚讲猫都不敢走路 还有另外就是所有的车子都被淹在 对 淹没在雪地之中了 对 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其实你会以为他们是不是故意去挤地 或是进行像登山探险之类 完全不是 他们其实就是放学了 只是想回家而已 所以他说现在整个黑龙江 其实大概有九个县市 全部都是呈现一个这样 你看 有没有 大雪 然后风又非常大一个情况 他说这个也是包括什么哈尔滨 也一样都是史上特大的一个暴雪的状况 先下雨 然后后来在下雪的长春 也一样都是濒临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现在发现说 你看这个车子停在那边没有多久 就你会发现怎么找不到车子 因为整辆车全部都是在雪里面了 而且其实大雪背后 其实有几个状况 第一个是东北的风力 非常异常的一个强 然后再来江市 他说光是哈尔滨的一个最大阵风 来到了七级 然后东北的一个平原地区的阵风 竟然来到十级以上 所以他这个大墙 那个风很强的情况之下 今天雪会很快降 但是他也很快地退 那另外一个就是他 这个厕所怎么了 对 他就说 他那个厕所已经都已经结冰了 你看他说是 墨河到哈尔滨的火车上 厕所被倒流进来的海气 瞬间结冰 你还可以看到一个雾气 还有一些什么 还有头发竟然也都结冰了 实在是天气 头发结冰 对 头发都已经结冰 因为实在天气实在是太冷了 还有包括什么 还有包括猫走在路上 都没有办法好好走路 因为天气太冷 所以那个猫 不怕 腳踏实在没有办法走 那有的主人想要遛猫 就会让那猫死残的那个主人 大腿都不放 因为实在太冷 而且想说你没事掠我干嘛 我冷得要死 还有包括黑天鹅也冻在 这是黑天鹅 整个冻在瞬间冻在湖面上 没叮没当 所以你就是极端气候 真的是连动物都一样 深受其害